《大杯可乐》 大家好,我是大杯可乐 大家好,我是西西 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什么神秘的东西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很特别 叫做灵魂花精神秘学 哦 灵魂花精还有神秘学哦 对 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其中一个透过灵魂花精制作的一个叫做 守护能量的花精 嗯 那其实我本来对神秘学这个东西 我都是不了解的 那只是因为刚好前阵子 就是收到一本关于神秘魔法学的书 是 对 然后我就很好奇啊 然后看一看之后我就想 其实我们的灵魂花精这么棒 也可以拿来做一个结合 嗯 所以我就自己玩啊 自己实验啊 想说我这样用用看 不晓得我的生活会不会有一些特别 或是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嗯 结果呢 对 然后真的 是真的有效用 因为像我之前工作的同事啊 他就常常会说 啊他今天是什么 又被哪个主管的能量影响啊 心情很不好啊 是 就是他是一个能量很敏感的人 对 然后后来我就有 在我实验过后 我就想说 哎那我就来给他用用看 看这样子的花精他用起来 哎会不会有不一样 嗯 是 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就是在空间喷各种东西 然后那次他用完之后他就觉得 哎 原来那些就是他觉得那些能量比较 他觉得啦 比较会干扰他的人 现在只要进就是来到他的面前 可能进到他的场域 他不会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你说的就是灵魂花精里面 其实可以就是用你讲的神秘学的一个模式 然后加就是加东加西 对不对 对对 然后就可以就变成一个我们讲结界的气场 然后可以保护自己了 没错 而且我觉得很好用 因为他不会像其他就是还需要烧什么花草啊 有没有就是步骤比较繁琐 那其实灵魂花精的用法 其实光是用花精 他就可以调配出来 嗯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分享这个 守护能量花精他的调配方式是什么 那这样子以后你每天出门啊 就可以东喷喷西喷喷 然后喷一喷别人 哇 哇这么好要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秘密大公开 对秘密大公开 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调和守护你自己的能量场 你也可以守护你家人的能量场 你甚至是说你想要守护你的家这个空间 你也可以去喷它来守护你的家这样子 嗯 好 那到底有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欧洲山羊 是 对欧洲山羊这个花精 它其实是可以调整你对人事物一些莫名的恐惧 或是那种那种能量的状态 那再来就是金豆 因为金豆它可以帮助你就是充满希望 然后第三个呢是耳耳利 那它是可以让你就是 对它是可以让你很顺利很开心的去完成你一整天的事物 就会很有活力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种是胡桃花精 因为胡桃花精它可以稳住你的核心 不要去受到那些外界的干扰 嗯哼 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说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用量要用多少 那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在调配的时候 我不会特别去想说 我到底这个要多少cc 那搞多少cc 我完全是依靠我的直觉 就是你可能 对不对 就是你拿着这个花精 其中一个花精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觉得要低几滴 嗯对然后其实我知道 就是说像比如说你非常的呃什么 没有希望绝望的话 然后就用筋肉要多一点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它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状态 然后你可以去做调整的 所以没有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嗯那你就可以把它去呃滴入在那种喷雾瓶里面 然后去跟一般那种煮过的饮用水 去做调和就可以完成 你就可以哎喷洒在你的你的周围 你的空间或喷洒在你自己身上 是对那使用之后你就会发现 哎自己的状态变得很稳定啊 然后你不会再呃很容易受外来的一些人事物的影响 嗯哇那太太棒了 所以所以你讲的灵魂花精不只是用喝的 然后他还是可以用喷的对不对 对对他可以用喷的因为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呃 因为其实像呃灵魂花精的部分他会有一些酒精嘛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呃会觉得不敢喝酒或什么之类的 有一些顾虑那你其实用呃喷雾的方式其实也很OK 其实他的酒精量都没有很高 是是是 其实还蛮低的 但是如果你会介意的话 你用喷的也可以也会有一模一样的效果 哇那很棒耶 嗯嗯对 欢迎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 对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呃灵魂花精 然后做什么呢做我们的那个守护对不对 对守护你的能量场 嗯嗯好那谢谢呃那个跟我们分享 希西跟我们分享那个呃呃这个非常棒的一个 我们讲可以自己制造自己的结界 然后保护自己的能量场的灵魂花精的妙用法 对谢谢大家拜拜拜拜